在马延松的众多作品中 如今最重要的海外文化项目 一定是位于美国洛杉矶的 卢卡斯叙事艺术博物馆 这座以好莱坞著名导演 星球大战之父 乔治·卢卡斯之名创立的 首家专注视觉叙事的博物馆 有望于2025年开放 前期设计的一拍即合 与建造过程中的一波三折 也足以让年少成名 经验丰富的马延松终身难忘 您刚才提到 您在国外的最重要的一项目 就是卢卡斯这个博物馆 我听说当年 是卢卡斯偶然看到 您做的二多四博物馆的一个图片 才对您产生兴趣是吧 对 他当时是要建这个博物馆 他可能脑子里有一个想法 就是非常有未来感 他们的一个团队去调研了 当时全世界所有的 这个新盖的美术馆 其中就看到了我之前设计 那个厄罗斯博物馆 然后就 我们是作为五家被邀请的团队 参加这个竞标 其他四家都是欧洲的 只有我们一家是亚洲的 然后最后我们中标了 那个卢卡斯后来 有没有跟您说过 为什么他最终选择了你 他说你这个设计好像最让人想不起星球大战的 因为我不是星战迷 其实那个我为了去做他这项目 我就恶补了一下 一直没看完我也挺忙的 就是但是我看的时候就发现其中有一个画面 我非常熟悉 甚至就是我之前设计鄂尔多斯的时候 跟那个画面就有一点关系 就他给我了一点灵感 你们冥冥之中有这个缘分 这个卢卡斯的这个项目 其实千言多年 最早是在芝加哥 好像在当地引起一些这个争议 然后你们在挪到这个洛杉矶 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好像是一波三折 其中最大的困难和波折在什么地方 第一波很重要吧 就是他能把那封邀请信发到我这 我在中国你知道 他这个信发到我这的时候 已经晚了 然后我接到这信呢 我还又觉得是个骗子 我觉得这怎么会卢卡斯给我写信 说设计博物馆有这么好的事 然后打电话 然后确认 然后说过两天就要在芝加哥看地 我赶紧就去了 然后真是有这么个事 然后就觉得很幸运 当时就抱着一个必败的决心 因为知道别人都是很厉害的建筑师 大师啊都是 嗯 必败的决心的意思呢 就是我只想做出一个我觉得 即使我输了也是拿得出手的作品 然后中标了 中标了 卢卡斯当时是非常的喜欢 我们已经工作了两年去深化这个设计 马上要开工了 这个时候 来了一个民间组织 他不是去说这个博物馆 他是去告了这个市政府 因为这个市政府呢 把这块地交给了这个卢卡斯基金会 去做这么一个 算是私人投资的美术馆 因为整个的建设的这个钱啊 还有将来运营的钱 包括里面的展品都是卢卡斯 他们出的 但是这个在芝加哥这些 湖边的这些地 都是公共建筑 这个呢是因为 大家在争议 这是一个公共建筑 还是一个私人建筑 然后就是在这个争议上呢 就上了这个法庭 就要讨论这件事 在我之前 其实卢卡斯在旧金山 也试过要建这个馆 当时也是那个地也出问题 所以他对他来说 已经拖了很长时间 这个时候就加州的两个城市 一个洛杉矶 一个旧金山 又抛出橄榄枝 就是说 这个芝加哥不见 我们欢迎 然后他们又给很好的地 所以我当时是已经万年俱合 我觉得这么好的机会 已经工作这么长时间 突然没了 我其实当时挺失望 又接到他的电话 说又有希望了 然后去加州看这两块地 所以当时也是很大压力 他又说 这两块地 我们也不知道哪个能成 但是现在得做两个方案 因为这个地不一样 无论哪个方案将来成为现实 都得是一个世界级的美术馆 就是了 这一块地不知 就是这一块地不知 所以就对 book 在ance课他们 就对 就是